Hello, I'm Jess again from Job with Justic,打工皇帝 so 今天呢很开心我们请到了Vesta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一个很创新的这个职业 叫做Mermit Swimming的这个东西美人鱼 大家好,我是Vesta 然后我是这个Mermit马来西亚的床扮员 那我想问一下 如果是那些对游泳很感兴趣的人 或者是本身他是游泳教练的人 跟你这个Mermit Swimming有什么差别呢? 那就是如果你想要当Mermit Swimming Coach 其实你就需要就是真的就是来学美人泳机 因为其实使用美人尾巴来游泳需要特别的技巧 会很难吗? 其实不会 但是如果你就是本身是游泳有游泳底子 其实他是还蛮容易操作 因为有Mermit的那个尾巴 它跟挖鞋的作用是一样的 对,你只是你学习这个美容泳机呢 你只是需要就是知道怎么去操作挖鞋 是同样的道理 那其实我们一开始就是教初学者的时候 我们有会给他们一个佩戴那个眼镜 一个游泳式的眼镜 牵水式的 所以他其实一开始的话 他就不需要太担心开眼睛这个问题 他只需要先专注在他的动作 那接下来动作比较熟练 他就水里也比较有安全感 之后他就再慢慢练习开眼镜 那通常如果要学这个课程的话呢 大概会需要多久的时间 才可以学好这个美人鱼的游泳技术 其实美人游泳技术真的也是需要不断的联系 所以你说如果要多久时间才可以学好 那真的是很个人的 就是看你学了之后有没有回去好好的再继续的锻炼 那其实我们的一个课程 其实基本班的话都会一到两个小时左右 然后你就可以学到基本的知识 这样 就是一两个小时左右 我大概就可以学到那个基本的 所以先教你怎么就是踢水啊 然后怎么就是围维尾巴怎么使用的一些基本的 好的 OK So West 啊 所以我现在有个问题想要问一下你 因为 好像如果是for那一种 他本身很想要加入这一行的 做这个美人游泳技术 到底他的career growth啊 会是怎么样 然后我觉得观众呢 最想听的一个问题就是 到底其实一个美人游泳技术 他可以跃入多少 那就是其实一个 呃 游泳教练的话 那时薪的话都是60到70左右嘛 那其实在我们这里 如果你成为了一个美人游泳教练的话 那肯定就会比那个 普通游泳教练的时薪的薪水很高一点点 那在接下来呢 其实我们这个 MAMET的 SWIMMING COURSE 你如果成为了教练 你如果真的有兴趣 你在你的 这个 世界上面要有发展的话 我们也会就是有 售卖我们的 Fanchising 哦 ok 所以就是如果你就是可以把它 把这个Fanchising 带到其他的region 或者是你可以把它发展到外国这样 或者是甚至你可以去成为一个 专业的水中表演者 那如果比如说你这个 这个 生意美人游泳这个我觉得是蛮 蛮新的在市场上 那么现在目前为止你觉得顾客的接收度 会不会很高呢 其实很高的 哦 ok 对 因为大家都觉得 诶 这东西很新 很好看 很好玩 然后就是以前 或者是你 就算你不太会游泳的 那基本上它其实也不太难学 它很快就可以 就是在很短的时间 你就可以pick up那个技巧 所以其实美人游泳记 在马来西亚 我说法我看到 其实是真的还蛮多 对顾客本身他会有什么的好处呢 其实好处当然肯定是有的 因为美人游泳技术 它算是一个游泳的技巧 那它不但只是可以提升你的游泳技巧 那它还可以锻炼你的身体的一些肌肉部位 那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运动 那比如美人游泳记的话 我们会比较用就是腰部 腹部和臀部的一些肌肉 那就是会可以比较针对想要捡这里的克服 绝对需要 对对对对对 那如果你想要一个非常漂亮的小蛮牛 那心灵上也是 就好像你可以 当你在水底的时候 你可以比较静下心来 对对 而且你还要就是比较专注 就是在你的肢体动作 所以它其实基本上也算是一个美姿美一颗 我也沾觉得 它可以训练你的肢体动作 然后当你的身体的线条比较优美 你肢体又好看 那你就 会提升你的自信 也我觉得也可以解压吧 对可以解压 因为在水底里面的话 我们会 tend to be很很安静 对 你会很focus 你可以学就是专 就是训练到你的专注力 所以如果说你们想要更加了解 关于这个 Mermit Swimming Course的东西 或者是你想要成为 Swimming Mermit Coach 你们都可以在我们这个 看了这个影片之后呢 PM我们 我们会有专人解答你的问题 好的今天非常开心有Vesta 来跟我们分享这个 这么创新的这个行业 跟这个生意 所以呢 很期待很谢谢你的到来 然后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拜拜